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全球消费者和企业都在收紧预算 以应对不断飙升的通膨和潜在的全球经济衰退 根据IDC的数据,以苹果Mac系列为首 一季度全球PC出货量暴跌了29% 台积电也正努力应对持续疲软的电子产品需求 台积电近日公布了截至2023年3月31日的 2023年第一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的合并营收为5086.3亿新台币 超出分析师预期的5184.9亿元新台币 同比增长3.6%,环比下滑18.7% 如果以美元计算,该公司一季度营收为167.2亿美元 同比下降4.8%,环比下降16.1% 2023年第一季度,该公司的净利润为2069.9亿新台币 超出分析师预期的1941.6亿元新台币 去年同计为2027.33亿元新台币 同比增长2.1%,但环比下滑30% 贪博后的每股收益为7.98元新台币 该公司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1%,超出了市场预期 但仍是近四年来最小的季度增长 因为全球经济困境削弱了对晶片的需求 今年第一季度,该公司的毛利率为56.3% 超出预期的54.4% 营业利益率为45.5% 超出预估的42.4% 净利润率为40.7% 相比之下,2022年第四季度 该公司的毛利率为62.2% 营业利润率为52% 净利润率为47.3% 总体来看,与2022年同期相比 虽然台积电2023年一季度营收增加了3.6% 净利润与每股盈余均同比增加了2.1% 但同时也创下近四年来最大的季度降幅 受到消费性电子区库存化的影响 台积电第一季度晶圆出货量 折合为12英寸晶圆约达322.7万片 较上季减少12.8% 较去年同期减少14.6% 按照制程别来看 5奈米制程出货占 占公司2023年第一季 晶圆销售金额的31% 7奈米制程出货 占全季晶圆销售金额的20% 台积电表示 总体而言 包含7奈米及更先进制程载类的的营收 达到全季晶圆销售金额的51% 至于更先进的制程 台积电在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指出 客户对2奈米制程的情绪高涨 该公司的2奈米制程仍预计在2025年量产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表示 个人电脑和智慧型手机市场继续疲软 而市场人工智慧产品将出现增长 从晶片五大应用类别 即手机、高效能运算、HPC、物联网、车用电子、消费性电子的业绩表现来看 只有车用电子环比增长5% 其余均较上计减少 其中手机类晶片的营收环比减27% HPC环比减14% 台积电在这次4月下旬的法说会提出第二季度展望 受客户持续调整库存影响 台积电估计介于152亿美元到160亿美元 约计减4.3%到9.1% 取中间数约计减6.7% 台积电表示 第二季营收下滑 主要产业仍处于库存调整阶段 台积电产能利用率仍受影响 受到产能利用率下滑 第二季毛利率将续下滑 预估本季将介于52%至54% 仍利手53% 营业利益率介于39.5%至41.5% 也比首季的40.7%为价 海外设厂方面 台积电也透露了最新进展 魏哲家表示 美国及日本将如原定计划于2024年量产 此外 台积电正在评估在欧洲设厂的可能性 日前有报道称 有消息人士传出台积电 已确定其在德国的建厂模式 并确定了合作对象 另外 中国的南京厂符合美国规定 至于高雄厂将调整员28奈米制程规划 切入先进制程 据悉 业界普遍将7奈米及以下制程 归为先进制程 值得注意的是 4月上旬有台湾媒体报道称 半导体供应链透露 台积电在高雄 南科 中科与竹科的多个扩展计划 将全面放还与产能重新调配 已由厂商接获工程进度延后半年至一年的通知 尽管如此 台积电并没有调整美国与日本新厂的进度 报道认为台积电出手调整未来规划的原因在于 市场骤变且全面复苏时间点不明 不过因承受美国日本方面的压力 新厂一定要完成 对此 魏哲嘉强调 高雄投资计划不变 不过再从成熟制程改成先进制程之际 未提出明确量产时间表 另外 根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近日公布 台积电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厂的35亿美元增资案 已受审通过 财报还显示 台积电一季度资本支出99.4亿美元 较去年第四季度108.2亿美元 减少8.1% 较去年同期93.8亿美元 增加6% 台积电财务涨重申 台积电每年资本支出规划 均以客户未来数年需求及成长为考量 因应短期不确定因素 台积电适度紧缩资本支出规划 台积电已经将其2023年的资本支出计划 从去年的363亿美元 削减至了320亿至360亿美元 台积电称2023年 营收料益 中低个位数百分比的幅度下滑 此前据半导体消息人士称 台积电今年的营收可能出现各位数下滑 但下一代iPhone的晶片订单将是决定台积电 能否实现其2023年收入适度增长目标的关键 一些分析师担心台积电可能会下调其前景展望 或资本支出计划 这将意味着该行业的低迷会持续更久 他们认为台积电在第二季度的销售也将面临压力 因为第二季度通常是电子产品制造商的淡季 而且台积电的主要客户已经削减了订单 但也有分析师补充称 台积电的业绩最早可能会在第三季度反弹 与苹果、辉达和AMD预测的季度前景改善相对应 这些公司是台积电一些最大的客户 苹果新款MacBook Air、iPad Air与Pro 所搭载的M3晶片预计 将采用台积电的N3E工艺制造 N3E工艺被认为是N3工艺的改进迭代 是更先进的3奈米工艺 与常规的N3工艺相比 N3E工艺制造的晶片可能会有更好的功耗和效能表现 事实上相比之下 台积电在行业内的领头洋地位 可能帮助支撑了其利润率 全球最大的先进晶片制造设备 生产商艾斯摩尔预计 作为未来增长晴雨表的净雨定量 在二季度可能同比下降46% 台积电的另一家设备供应商LAM Research 也预测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低于分析师的平均预期 从长期来看 投资者希望台积电的领先技术能够刺激其业绩增长 特别是随着人工智慧开发和应用的激增 对高阶运算晶片和数据中心的需求不断增长 然而 这一前景仍受到地缘不确定性的影响 包括全球其他竞争对手 对台积电先进晶片制造领域的蚕食 近期股神巴菲特表示 出于地缘方面的考虑 他出售了旗下波克夏公司持有的 41亿美元台积电股份中的大部分股份 虽然大举撤资 但巴菲特还是十分看好台积电 称投资台积电是自己做的决定 台积电在其领域是最好的公司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